Linds and Jiton, Welcome to Landa Segment Supporting a virtual team 其實我每次去電影院拍我都不深感 發出很大的聲音 我覺得會影響到旁邊的人 然後呢,今天的視頻會有點長 因為實在是太多值得吐槽的了 我看完花木蘭回來了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多張海報呢 就是因為口碑太差了 我覺得很少人去看零點場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零點場它安排的都是國語 然後我去看那個也是國語 所以人就已經自然又少了一點了 因為像我來說的話 我就覺得它既然是用英文拍的 我們就不管它有沒有別的東西了 它用英文拍的 大家唸台詞頁的時候是用英文的 那我覺得看英文的會最原汁原味了 這個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人的真的有點少 所以它每個人發了起碼三張海報 然後可能有人會問了 其實花木蘭現在在網上 其實豆瓣上已經四點幾分了 就是口碑這麼差 我為什麼還要去電影院看呢 第一,我覺得看電影 如果有條件的話 去電影院看還是最好的一個享受 第二,經過了這 快八九個月 就是疫情期間你完全不可能 去電影院這個狀態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現在還蠻珍惜 我可以去電影院看電影這件事情的 雖然它上個星期已經上了流媒體 然後資源已經滿天跑了 但是我覺得就差一個星期嘛 而且 我萬達電影的APP給我送了9塊9的券 就是我看杜比音樂的花木蘭 我只花了9塊9 它到底爛不爛呢 爛 接下來我要說一下我覺得它爛的點 就憑我剛剛的記憶 就是按順序來說吧 第一個,木蘭小時候 我覺得 他講的那個元妾這個東西 到後面其實除了他的領導將軍 然後還有 那個 那個仙姑還有那個 那個 皇帝 各提了一嘴之後之外 Nothing 而且 他爸爸 跟他說你要隱藏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怎麼了 是後 Elsa 時代 就是把花木蘭也要變成Elsa 嘛 Conceal Don't feel 你不覺得這首歌 放在這個 這個電影裡面的 花木蘭的小時候是完全合理的嗎 包括在後面 那個花木蘭說 我洩漏了 我不能暴露我的這個東西 會讓大家知道 就好像 Elsa不能暴露自己有冰雪魔法一樣 第二 其實動畫裡面 木蘭離開家 偷她爸的盔甲 啊 劍啊 什麼之類的 我記得是帶一個雨夜 然後那場戲 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很有一個 很能表現出來木蘭的一個 似死而歸的一個決心 就是他下的大雨 然後他就帶著馬 帶著盔甲 帶著家裡的劍 他就這樣跑掉了 但是沒想到 在 電影裡面 你下雨雨夜這樣的戲 其實不是一個很難呈現的東西嘛 我不懂他為什麼要把這個刪掉 不太喜歡 第三個是 因為這次電影版很早就說刪掉了木須這個角色 就是那個龍 然後其實那個龍在動畫版裡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幫了木蘭很多 然後他又走另外一條線 他是有自己主線故事的 就是他要幫木蘭去贏得這個honor 就我在想 換掉木須是不是有好幾個原因 例如可能第一個 因為木須是一個虛幻的 然後會講話的一個動物 一個形象 他可能不好表現 然後第二 會不會是因為木須是龍 因為龍的形象的話 感覺大家可能會覺得是男性的一個感覺 然後鳳凰會是女性的感覺 所以木蘭就必須得是要鳳凰去帶領他 而不是木須去帶領他 然後第三 我覺得即使你真的要換成鳳凰 那你鳳凰起碼得多幹點事情嘛 是吧 我一開始想的時候 會不會是鳳凰最後就出來 跟拱立眼的那個仙姑的角色也是一隻鷹嘛 是原來的那個匈奴的那隻鷹 換成了一個巫女的角色 然後你那個鷹 是不是會跟鳳凰有一個打鬥的情節呢 我在想 可能會不會鳳凰在後面會出現這樣的一個作用 可是 沒有 鳳凰從頭到尾都是GPS 導航 他就是導航 唉 就是很工具鳥的感覺 木蘭進入軍營之後 其實那一段在動畫裡面呈現的是一個蒙太奇的感覺 配上了歌舞 那這次把所有歌舞刪掉 我覺得OK沒有問題 但是 因為木蘭沒有經歷過這些東西 所以她剛進去的時候肯定是受盡很多挫折 之後慢慢慢慢再成長起來 她是有一個人物 我覺得人物是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的 但是因為這一次她直接說 木蘭小時候是有那個元氣 你懂嗎 就是她其實天生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她感覺把這個成長的過程完全去掉了 導致 因為木蘭不需要成長了 所以搞到她身邊的人的成長這個過程都被刪掉了 非常重要的一場戲就是 原來是將軍李翔他射箭射到一個桿子的頂端 說誰可以綁著兩個很重的東西去把它拿下來 這是一個設置的關卡 就是他們把這個關卡通過的同時 所有人都成長了 這段其實是講的是這個事情的 但現在她把這個東西換成了挑水上山 問題是 木蘭在挑水真的爬到山上之後 給到的感覺不是大家覺得 哦 哇 大家都成長了 而是就是 哦 木蘭好厲害 花木蘭在動畫裡面的時候 她其實是先在大戰裡面很機智的救了大家 之後受傷了 然後被軍醫發現她是女生這個身份 她是被發現的 但是電影版裡面她做這個改動 就我很清楚知道編劇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她想表達可能是自我覺醒 比別人發現你是女生更重要 但是你沒有很充足的一個鋪墊 讓這個感情一上去 讓觀眾去共情到花木蘭當時的一個狀態 從木蘭承認自己是女生之後 她整個劇情後面已經完全崩到不能再說 仙姑來找她那一段 莫名其妙 而且這個改動 變成了是仙姑告訴木蘭 有問題 削弱了木蘭的機智你知道嗎 本來木蘭是很機智的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跑到城裡面告訴大家有危險有危險 然後整個城市歌舞生平 然後沒有人相信她 因為她是個女的 就是設置是這樣子的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 木蘭聽到這個消息 跑去軍營 告訴大家 大家說 嗯好的 我們相信你 我們去救皇上吧 就去了 然後後面我最最最喜歡的 整部動畫的高潮的一個戲 就是 木蘭拉到了幾個人 跟著她進城救皇上 然後裡面還有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因為木蘭前面不是女扮男裝嗎 後面安排了幾個士兵 去男扮女裝 這個設定我是覺得非常巧妙的 很有意思很好玩 但是又很合理 前面木蘭是代父從軍 去女扮男裝 去做這個事情 但後面沒想到 欸我為了要救皇上 反而為了要潛進 潛入去宮裡面 要女扮 要男扮 欸我已經亂了 要男扮女裝 就很有意思這個設定 然後沒想到真人版店裡面 把他改了全部 沒有了 然後那個大戰一塌糊塗 最大的槽點來了 仙姑 他就犧牲了自己 擋了木蘭的一箭 這沒必要吧我覺得 你早點告訴木蘭 Boss在哪 是不是 你也不用死呀 對吧 我不知道這個編劇 可能是被迪士尼拿著槍 說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我必須要劇本 這個劇本真的是非常趕 非常趕 趕出來的 最後再說兩個小細節吧 是我印象中我非常喜歡的 動畫裡面的 一個關於情感上的一些小細節 第一個是 動畫裡面 木蘭救完了所有人之後 皇上跟他說的話 他先說的是 你欺騙了大家 你怎麼怎麼樣 列舉了一些 其實他犯下錯 他不應該發生的東西 然後在大家的表情都比較 down的時候 皇上回來了 他就說 但是你也救了我們 你救了整個國家 我依稀記的是這個 講的是這樣的台詞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轉折 就會有那種 就有時候我們可能會突破一些規則 去達到一些目的 去完成一些事情 規則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那種感覺 就不代表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沒守成規 你可能就完成不了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本來是有這個感覺的 但現在這個東西沒了 這個詞沒了 就皇上就很直接就 你很棒 你太棒了 太無聊了 然後第二個 關於另外一個感情的小細節 就是 在動畫裡面 木蘭回家的時候 他是帶著 皇上賞事的那個劍回去的 但是我記得 我印象裡他爸爸 他爸爸不要那個劍 他爸爸覺得那個劍沒有意義 他只要的是女兒 是有一段這樣的故事的 但是真人版裡面 就改成了他回到去 然後他爸跟他又很空洞的 來了一場 就是婦女之間的 愛的告白 然後 劍就送來了 所以劍送來之後 鍾永貞 加了個笑 我覺得這個 加了個笑這一點 完全沒有 他爸不要劍 而只要他的這種感覺 的那個感情來的深厚 所以 我也是覺得這裡改的 恩 這個 因為這個本來我就是有 完全不用改的一個點 你 你這個小點是跟前面是沒有 沒有衝突的 就你前面怎麼改 你這個點可以不改啊 包括是那個 皇上剛剛說 我剛剛說的 皇上說的那番話 其實也是可以不改的 可能 編劇希望 給大家 驚喜吧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 驚嚇 不知不覺我已經吐槽了 差不多的有半個小時了 我素材錄得非常多 雖然剪出來應該沒有那麼多 總而言之呢 我小時候看花布蘭的時候 是在 翡翠台看的 翡翠台TVB TV播 然後後面什麼明珠台也播 然後我自己也買了 買過DVD什麼的 不是 那時候是VCD吧 而且還是買的是正版的 我記得 就是那個時候 迪士尼是有出正版的VCD的 就覺得 是一部 很好的電影 總而言之我覺得是 他值得很低的分數 就在我這邊的話 我可能 一顆星都 都顯得多吧 對了還有一點 就是 鳳凰展翅 鳳凰展翅那個啊 就你說他 你說他 你說他有問題吧 他也沒有那麼大問題 但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鳳凰啊 他真的沒幹什麼事情啊 你讓他展示 好像他很厲害一樣 我是不太建議大家去電影院看花布蘭這部電影的 然後我也不太建議大家去看花布蘭這部電影的 我希望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再看一遍動畫版 嗯 應該各大視頻網站 有版權的應該都可以看 啊 Christina Guerra那個reflection 炫技這個炫的太誇張了 我覺得之前Coco李文昌那版會比較好聽 嗯 掰掰